大家好 早晨 晚安 本來本來開始講的 但是有些更重要的事件 跟陳氏中親有關的 我這些一定要發聲 就是陳雷 我原來陳雷開場 也不是一個很特別的事情 你拿了金獎 在紅館開過演唱會有什麼期 我覺得這件事很厲害 為什麼呢 我都是覺得陳雷的 是否叫法績 整個人生 演藝事業 我覺得很應該出一個 他真的應該出那些自傳 那些是否叫自傳 紀錄片 紀錄片 Netflix 那些 Bad Pink 那些 Talerswift 類似Talerswift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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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很厲害 他亞視出身 陳雷轉 真的是那一句 這個是最重要 亞視出身等於讓兩球 是呀 讓很多 讓十球 這樣 可以成為女歌手金獎 我覺得他是一個很特別的存在 他的出現有少少打低了 早十年八年 叫做爬倒上來的一些女歌手 例如呢 方浩文 那方浩文自己不 我不是不說的 他生孩子 不是 他哪有生孩子 自暴自棄 我不知道 他特意不走那麼前 我覺得 是不是跟我一樣 都是的 都是的 好事的 訂場上年 沒有遇到豐收那麼厲害 這個是對的 今天看上去就有些滯後 但是重點 重點 重點 連登 周啟生 周啟生真的很煩 我覺得很典型的 老人家 不如我們先說周啟生 那本來我對於連登 這個事上 其實我想說這件事情 我沒什麼看法 我不知道連登是讚 到周啟生 彈登不如記往那種 哪個紅就調變了,然後就找東西調 陳雷就是大陸出生的那些 哎呀,很深啊 跟那天氣一樣 然後又說走音,假裝王妃 主要都是說假裝王妃 怎樣啊?連登那些人多少歲啊? 是不是真的認識王妃? 是的,黃妃假裝Beyond的時候 你應該是珍蟲 連登仔就說你 那個Youtuber英文都不認識 那個不是Beyond,叫Beyonce 雖然是Beyond,雖然是Beyond 雖然是Beyond 我覺得很奇怪啊 他們究竟是哪個宇宙的 那明白的,誰紅就動誰 不是紅,而是Bum一聲爆起 趁你都叫Bum一聲爆起? 什麼概念啊? 前年沒有看他藍半球了 不是吧? 現在這個年代是誰紅就不怕誰 雖然以前也是 但是這樣說,以前誰紅不怕誰 那樣東西 是由八卦周刊跟你做了 但現在沒有宣洩口 那你就唯有由你作為讀者來說 你自己本人去找事去吵 你不是說周啟生的嗎? 好,Anyway 最主要一直有一個年燈仔的代表 年燈仔的領袖 現在就是周啟生 在Facebook出報 Facebook知不知道是什麼地方 Facebook是… 老人家先用 嗯 昨天想過機 年輕人不知道想過機的地方 周啟生就出了一個Facebook post 就說有朋友發了一些連結給我 是一個女孩子的演唱會 女歌手叫陳雷 我之前曾經聽過一兩隻她的歌 聽唱片製作又真是幾好聽 音樂歌詞唱歌都是合格的 但是聽她現場的表演 真是嚇了我一跳 彈結他脫皮脫骨 唱歌近乎離譜的走音 如果我沒有記錯 早前她拿了最受歡迎女歌手掌 最受歡迎女歌手掌 拿了 周啟生你有沒有得拿 你拿過最受歡迎女歌手掌來看 你拿吧,你去拿吧 你問箱頭髮整個來 你唱歌那麼聰明 你音樂那麼好 又準 歌詞又好 現場又好 你拿個女歌手掌來看 你很煩 下面沒有麻箭 一定是你一句我一句 周啟生真是厲害 其實我想問你 知道誰是周啟生 我知道 她久不久就出來一次 她久不久就出來批評人 每次都是這樣的 沒有恆心 我們一個星期幾次批評人 我這樣 有空才出來批評人 每次都只打幾句字 我們做成過幾宗的 每次都 這樣的,我看維基而已 我不知道 周啟生已敢言見稱 歷年來多次批評樂壇中人 亦因懷疑拖欠租金 衛報復兒在地板燒烤 黃若兒等事件上報 那該你紅吧 周啟生跟現在逐個歌手 找來罵那些頻道差不多 是呀 他哪個紅就罵哪個 他也是 很瘋的 那罵他 罵他 罵個紅 難道罵林善奇嗎 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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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那個歌的批評在哪裏呢 他批評說 陳雷唱唱碟就好 Live就不好 然後就說 就是監製好 監製好 監製好 所以那些歌才好 當然東西是兩邊的 吵來吵去 就是陳雷沒有什麼好啊 什麼東西啊 好了 那我想問 V總 你有沒有看陳雷那個 就是YouTube的Live 有的 不如交給你 你講 我不太懂 我先我先 我先不好意思 這樣對你出來 因爲我聽過夢中人 因爲大家主要都是攻擊夢中人 或者主要討論的點是 他翻唱了夢中人 是 是 然後自己彈結他 有人就說他手結他不好 那我覺得 真是很煩 誰是周啟生 還是那些人 連日說他結他不好 周啟生又說 他彈了一批屎 那麽 那麽壞的 為什麽那些人發黑 那你不說方大同 跳Michael Jackson差 真是坦白說 你知道演唱會 秦麗都要減肥 和秦麗自己 自己 要練一件新事 就是告訴大家 我好上進的 是 我覺得被人說 是否抄王妃 唱到擺明擄他 那麽 然後有人反駁 那麽他是很喜歡王妃 致敬王妃 那麽 那麽有人說 他第一句就走音 就是夢中人就走音 那麽 然後覺得 連喊的方法都一樣 或者是根本喊得不好聽 都被唱什麽之類 那麽就出來了 我的看法就是 我覺得 這些的評價 如果是一般的聽眾的評價 我覺得 又沒有得deny 就是可能第一 可能他本身不太喜歡陳女 第二 他很喜歡王妃 你想一下 如果你是王妃迷 你真是迷到 整間屋都有王妃的東西 然後有條女兒 二十多歲 走出來 我不知道二十多三十 走出來唱到一模一樣的 其實你懵懵的 就是等於你聽布志倫唱歌而已 但是不同 我覺得這個不同 因為 因為 布志倫和陳奕迅的距離 不是 時間距離 不是那麽遠 但是王妃和陳女的時間距離 是很遠的 就是 假設我是 很喜歡白雪仙的 那麽 我學白雪仙這樣唱 但我唱得很差 那麽 那些阿公阿婆 不會罵我的 沒有戲罵的 沒有 即是 她不會罵的 已經心臟病 她會覺得 嘩 這個妹妹 現在還有人喜歡白雪仙 都開心 應該是這樣的心態 我覺得 王妃和陳奕迅之間的距離 哦 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明白你的意思 是 那麽差不多 喜歡就會像的 人家陳奕迅開個演唱會 唱一下那首歌 致敬一下 她喜歡的歌手 那麽不叫抄啊 大佬 陳奕迅在演唱會 唱到王妃這樣的聲音 布子倫 是整個人生都唱到陳奕迅 那麽說 翻唱同一個唱法 很普通 當然同時又沒有什麽驚喜 那開心而已 我覺得 去紅館 我當然 其實跟荒大 和滿窩一樣 那又不同 因為陳奕迅的表演好些 之前套歌曲 黃妃首八年孤職 那些人散 黃妃抄Bioc 那些就叫抄公道 對 如果黃妃是今時今日這樣抄 一個外國那麽紅的歌聲 那些人直接說 你這個大陸婆 可能謝凌鋒也流 以前不是 我先不說hater這件事 假設真的有人會這樣有感受的話 我理解這個感受 即是如果你很喜歡黃妃 或者你覺得只好唱到一模一樣 我又理解就是 你致敬黃妃 你很喜歡黃妃 你找一個 那麽有個性的一首歌 來去翻唱 你很容易被人覺得 一模一樣的 即是 惡樂儘管有個秘語 如果你唱 你翻唱黃家驅的歌 你連他喊那一刻都一模一樣 但一定是這樣的 不過 我覺得有人會避開 因為你現在不是今時今日模仿 Michael Jackson大賽 近藤曾營模仿大賽 所以你說你翻唱黃妃 翻唱這麽個性的歌 其實就不是 即是如果一個 你想獲得掌聲來說 我覺得不安全 當然你說這個我演唱會 我真的喜歡這首歌 那麽沒人爭的 我覺得可以選 你喜歡唱就唱劉飛飛 如果炮哥再開到桃米 一定會很厲害 但他應該有唱過 那個歌 很有型 那麽有型 螢火蟲 很厲害 但是 人家演唱會 唱一首歌 唱一首黃妃的歌 大家 大家有沒有突然間 這麽關顧香港樂壇 即是那一首歌 那一首歌走音 我都不行 我一定要公開誅死他 我一定要這樣 那兩次 但另一件事有感覺 那周啟森都罵過姜濤 又不叫我們出聲 都罵過姜濤 我有沒有出聲 批評周啟森罵姜濤 我也覺得很過分 我也覺得這件事 也不可能罵姜濤唱功 我覺得關你什麼事 周啟森 那個問題是 他又不是 在樂壇有一個 舉足輕重的角色 即是可能 雖然我自己都很不喜歡 譚詠麟 但是 幾不喜歡他 他都起碼有個 真是有些地位的角色 在香港樂壇 精精談的亂有地位 他都懶得跟你說 那人家都不會在那裡 阿滋阿滋阿滋 嘰嘰嘰嘰 是呀 他都沒有去做過評判 好像沒有 無線都怕 我想怕 你想想想 如果無線 有個領導層 這樣跟周啟森說 周啟森 想找你做中聯好聲音的評判 老師 我約出來聽 我們預期這一季 十三集 所以沒有說那麼多 我猜 我猜 你不要說 現在樂壇 我自己覺得是這樣 那個TVB 那個幫忙來談 那個小妹妹 怎樣 我覺得現在那些 咬字又不好 如果找我 那三集這樣 每集我唱兩隻 不特別收錢 示範給大家看 接著我會教大家做健身 練戲 是呀 即是音樂彈 接著傾向激 不要跟他 不要跟他 有時真的要避忌 其實身份是會影響你的言論自由有多少 Sorry 我未發表我對陳德基的想法 對呀 對呀 我覺得不是很大問題 新的歌手唱歌是這樣的 情感和演繹上會比重些 多過去咪那個音準 不是說不需要音準 但是呢 不會說我真的要練練到李克勤 沒有貶意對李克勤 就是呀 李克勤紮醒幹什麼 左輪又出來了 怪我什麼事 我看馬鈴 為什麼呢 我這次這個演繹 我喜歡氣聲多些 感情聲多些 那就是這樣做 不一定要每次都像以前那樣 因為我記得 之前大家 你們來Studio的時候都說過 以前是一定要音準的 是嗎 或者以前不喜歡有些 呼氣聲的 是 都經歷過一段時間 就是 是很舊派的人 才不喜歡有氣聲 新的派呢 有氣聲呢 就可以多一些情感的表達 都有這些過渡期 又或者震音不震音這些 新一輩的歌手就是 著重Performance多些 多個真的要每一場唱 每一粒音每一句 每一個Performance 都是一模一樣 那當然 不就音是最好的 我也覺得 我覺得 反而將這個project下去 作為老一輩的人 你不需要去完全 認同新時代的東西 因為這件事很 很潮白的 即是那些阿伯追潮流那些 就去買那些很便宜的Gadget 花了錢去那些 那些我幾乎想開名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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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樓上店賣Gadget的那些店 那些 那些 那些風套擋很多水 對鞋防水 買很多這些垃圾Gadget 即是很容易變成潮白的 不是 而是你不需要去認同去追捧 而是你要知道 和你接受 新一代是這樣運作他的生命的 然後 然後你才融會兩輩人的東西 先再看看怎樣 而不是說 不是 總之唱歌一定要這樣震音的 一定要這樣 那些音準要這樣準的 那不是就不是 如果他受歡迎 音準就是準的 但是不一定是音準才是完美的 就是表演 但是表演可以包含很多東西 是啊 表演真是表演 我覺得 即是現在 現在這班 現在新歌手 開到演唱會 即是和方大同唱 跳麥歌就是這樣 你給他一段時間 不要管你這班聽眾 你先給他做一些 喜歡做的東西 因為壓力很大的 即是以前和現在都在做歌手 即是 基本上你喜歡那個表演嗎 我覺得可以 不生氣 不生氣 我也覺得挺好聽 我也覺得挺好聽 我也沒有 我又沒有給他進場看 我沒有批評人 你們不要罵我們 對啊 我也會罵人走音 如果他十場show 有八場、九場都走音 那我覺得這些是不合理的 但是我不會一個半個 或者兩至三個演唱會 我就會說 他唱到垃圾 我覺得太沒有這個資格了 不是 我們現在很喜歡陳雷 喜歡啊 我覺得太沒有資格批評他 他這麼厲害 他是亞視出身 就是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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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這